举那个比如说第问题领域好了 那打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这个范例你打开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总共有A栏一直到L栏这么多资料 那里面的话呢 Ctrl向下总共有2500笔 其实颗栏尾有2499笔 那这量你说多吗 其实不算多啦 如果实际上一般的资料 可能比这个还多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假如 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需要的部分资料 针对的是假设 业务里面的某一个业务 请你帮我把它的资料 把它独立出来 分出来 OK 那分出来放在哪里比较好呢 你如果放这个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感觉不OK 所以习惯性会怎么样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把它放到里面来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什么 需要做 那你想说 比如说把菜头好了 新增业工作表 再把菜头所有的资料丢进来 那以往 如果这有点像资料分割 那资料分割以往会怎么做 其实大部分 我们以前大概做法是先丢到资料库 不管什么 essay seql server 什么什么 myseql 反正不管 然后呢 再用seql 这个seql语法 把它查回来 有没有用什么slate 所有的 那个什么 所有栏位 start from哪一个table 也有问题05这个table 然后呢 会有什么哪个栏位 业务 like like什么 like菜头 就之前我们讲那个seql语法 对 就跟资料物沟通 然后他会返还一个东西给ADO的那个recocet 应该还记得吧 那我们再利用那个range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的range 比如说A1好了 那你就把那个东西copy fromrecocet再把它贴过来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想说老师那我如果我不要那么复杂 我不要说还要丢到资料库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摆设当资料库来用就好了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前提是我们如果不要用资料库的话该怎么做 那如果要用资料库就我们刚刚讲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用资料库的话 请特别注意 在那个excel里面呢 他有个功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筛选 这个筛选功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用过 这筛选功能非常的好用 其实这个筛选功能其实就等同于那个seql语法里面的slate 其实slate不就是筛选 实际上就是筛选 那接下来就是slate 然后你要给他什么的哪一个 如果特别注意 这个slate 游标你要放在那个第一列的任何一个除 任何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再筛选 那筛选之后呢 如果西栏里面的资料是文字的话 他会是文字筛选 那这边有个等于不等于开始于结束于包含 一般用最多的可能像包含 包含的话就关键字 比如说你菜头你就只打个菜就可以了 他只要有那个菜这个字的话 他都帮你调出来 这叫所谓的关键字 有没有就是关键字查询大家就包含 那等于跟包含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等于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比如说你那个储存格里面叫菜头 那你就一定要输入的条件一定要叫菜头 你不能说菜那不行 那另外还有开始与结束应该可以理解吧 头是什么尾巴是什么 这个大概这样 或者是不等于啦 这个我想是比较少用到的 那其他还有就是说单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的是菜头 那除了我可以从文字筛选里面去找资料之外 我也可以怎么样打勾去找到菜头 这样按确定 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 他这边就会帮你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筛选器 然后把菜头的资料全部都帮你找到了 OK 那找到之后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这些资料通通都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叫做菜头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接下来当然就开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先把这个菜头两个字先复制一下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做什么呢 把名称给修改一下 然后呢再把什么这个游标放A1 Ctrl-ship向右向下 Ctrl-C 再切到菜头这边Ctrl-V 然后蓝宽不足的话呢 常用里面的 常用里面的什么呢 自动调整蓝宽 这个功能应该用过吧 因为我有些同学好像对这个功能不熟 按下去自动调整好了 如果你不会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能就是怎么样 就要必须一个个慢慢去调整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的习惯是 直接快选取范围内的任何一个 那个线蓝线点两下 这样也可以 不过它只能针对什么 针对蓝宽不足的地方去调整 点两下就对 可是这个会点比较多了 我还是比较建议用什么 干脆用这个 格式哦 里面的自动调蓝宽 做完之后呢 再切回到问题05 然后怎么样呢 再把资料里面的筛选 记得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呢 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好 那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再查别人的话 比如说我要查老王 你想说那就是还在做一次 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把它变成一个规则化 其实可以 那就什么 录制聚集 但是录制聚集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 你输入的业务人员 可以假设了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来源 你可以从什么input box来 好 类似像这样 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个模组 基本上你就把聚集录下来 录下来的动作 大概包含什么 一 有没有放B1 其实上放C1也可以 就是只要放在第一列上面 第二个筛选 再来怎么样呢 筛选某个条件 条件的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用刚刚那个方法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打勾的方法 然后呢 再来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复制 新增一个工作表 不过特别注意 新增工作表的时候 可能要修改一下 那个名称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先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直接贴到这边来 这边就有个筛选业务了 这个是做完的demo 然后最好你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筛选业务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就筛选业务 OK 然后我d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 如果我今天呢 按一下 假如我今天要找小张好了 那因为刚刚的动作把它录下来之后 再增加一个input box 它会跳出请输入业务姓名 把小张的名称输入 按下确定 它会自动新增一个什么 小张 然后呢 再切回到问题05 有没有办法小张出现了 OK 那怎么做的 其实很简单 一 就是 录制聚集 好 聚集录制的方法还记得吧 所以 这个录制聚集的动作 请务必记得 一 录制聚集 那聚集名称的话 你也许叫做筛选业务好了 那我这边因为已经有筛选业务 我就直接用原来名称好 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呢 游标放B1 所以最好 你自己要做这个动作之前 请各位参考一下 这边的动作 大概会需要有 九个动作 九个动作 尽可能的 先彩排一下 再开始录制 不然我怕你们到时候 会录下很多是错误的 一跑奇怪 怎么跟老师做的不一样 OK 所以你如果彩排过之后 一一放在这里 然后二做 不过也不用说刻意去败 其实你可以靠直觉 筛选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把那个什么 我找菜头 OK 然后按确定 再来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为什么放A1 因为它是起点 Ctrl C 然后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它贴上 再来什么 蓝宽 好 这边有个蓝宽 自动调整 对不对 调整完之后的话呢 重新命名 名称的话呢 叫菜头 不过特别是 这边已经有一个叫菜头了 所以名称如果说有重复的话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讲 那我这边的话就叫菜头 2 2好了 名称不能一样 因为工作表名称不能重复了 好 再来怎么样 切回到那个工作表5 做什么呢 把那个筛选动作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的话呢 游标 再帮我回到A1好了 好 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循环 对不对 最后记得怎么样 把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编辑一下 这边有我刚刚没改名称 编辑 那你会发现哦 哎 录下来东西就长这样 那里面的话 我大概改了什么地方 这个有时候把注解拿掉了 大概我会先把这些都删掉了 什么 Active Window 什么Score Roll 这有没有 这个都是滚轮卷动的时候 所造成的位置 那我习惯上全部都把它删掉 Delete掉 OK 接下来的话我做什么 1 我现在做注解 1 有没有要放在B1 2 我就做筛选 3 我做什么呢 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去做筛选的动作 然后呢Field 哎 你会发现Field 指的什么 指的就是第几栏 菜头 怎么样第三栏 quiteria 这个是1 2 3 指的是第一个条件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要做筛选 你条件不是只有一个 你可以有两个三个四个动力关系 它有 quiteria 1 quiteria 2 而且还可以做交集跟联集 非常复杂的查询功能 但是这个我想刚开始你不用那么复杂了 你如果只是要查单一条件 那就quiteria 1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将来可能不是菜头 可能是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改呢 你可以在这上面 多增加一个X的变数 因为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以后要把这个变成活的 是这个quiteria是根据什么 根据使用者给我的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input 这有个 在那个VBA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叫什么 乘数式 他input box 就是input box 这就是刚刚跳出来的东西 刮胡 你可以怎么样 请输入那个 请输入业务姓名 这样子 好 然后面的话呢 给他一个后刮胡 他就会得到一个X 那你就把X怎么样 再丢给quiteria不就好了 这样子 我们就完成了 就是如何 所以特别说 以后反正你要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用做表单 直接用input box 最快 但是input box有个缺点 就是说他不会帮你做任何验证 他输入错了进来也是会错误 OK 所以他是一个简便的一个输入方法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3 他输入条件之后 也许这边就是4 4是什么 4实际上就是复制 要不要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 然后做什么呢 再来5之后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 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叫做什么呢 名称叫这个名称 我们刚刚叫菜头 不过名称不能 如果这边已经有了 你就不要再输入一样的名称 也许是老王好了 那再来的话 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在新增工作表 这个地方 工作表的部分 你可能还需要学会一个 第一个如何新增工作表 其实在 新增工作表在Esser里面呢 就是一个物件 许词 点add ok add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add到哪里 许词add 就是新增工作表 但是呢 你要告诉他说 你是要放在哪个前面 或者哪一个的后面 是放在哪一个工作表的前面 或者哪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那通常我们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最后那一个 最后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是4 对不对 我会放在第4个的后面 就变成第5个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如果 我要放在最后面那一个的话 在那个VBA里面有个叙述 叫什么呢 叫shits 然后哪一个shits呢 刮虎之后的话呢 你告诉他说 请你帮我放在 那个最后面那一个 那最后面那一个 是总共有几个的意思啊 那我们这里怎么知道 总共有几个 你可以用shits.con shits.cons shits.cons 这个cons的意思是说呢 你帮我算一下 总共有几个 反正呢 你就帮我放在 那个最后面的那一个 就对了 shits.cons 它这边回来就是4 所以是放在 after指的是什么 它的右边 如果before的话是放它的左边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叙述是shits 第几格的意思 那shits后面呢 如果你放数字可以 你也可以放名称 比如说你要放小张 你就给它自串就可以 或者给它 数字的话 它是第几个 然后呢 接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呢 这边底下会录下 这三行 slate 然后name 把它改成菜头 其实这两行 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是说你这一行可以删掉 然后这一行呢 可以把它搬家 这一行 干脆重写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 那在这边多写一行 写什么呢 因为我新增了一个工作表之后 应该是放这边 我必须要让它重新命名 名称要叫什么 叫输入的那个名称 对不对 比如说我输入叫老王 它这个工作表名称也要叫老王 所以你要学会什么 如何针对最后这一个去做重新命名 那我必须告诉他 我的习惯在哪 你就直接把最后这一个 因为你新增之后 它一定会跑到最后 你就把这个拖拉到这里 重新命名的属性名称叫name name等于什么 等于 其实就直接把x带过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 有没有 它不是输入一个名称 叫老王好了 那老王查出来之后 帮我把它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呢 新增工作表之后 这个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ok 然后再来什么 把它贴上 这个就第六 h就贴上 然后呢 第七h是什么 就是蓝宽自动调整 然后再怎么样 切回到 第八h切回到问题 再来什么 取消筛选 大概是这样 那分别把这些 等于又多一个 第十 反正这个数捷的数字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实际上 你觉得应该多或少 甚至这边还可以 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大概会有几个点 第一个 这个地方 input box 因为我这边来个变数 第二个的话 是这个地方 criteria改成X 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一 这个地方 二 对不对 那三这个地方 可能是你们会遇到是最困难的 这个是新增工作表到最后 再把最后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改成这个X 其他基本上都一样 那做完之后 也许我们就来跑跑看好了 比如说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他会跳出请输入业务姓名 那比如说我就输入老王好了 按一个确定 好 这时候呢 他就帮我产生一个老王 把老王的资料呢 全部应该放过来 不过 这边为什么没有放过来呢 如果 当然理论上 正确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也许是不是这边可以设个中断点好了 我再跑一下 可能我没有切回去 老王 按确定 然后 F8 中断点配合F8 老王出来了 有没有放第一个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一下 然后Add 这个Add完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 各位请注意看下面 Add 到最后面 拿下工作表7 那我把老王的名称 把它Renay一下 那把它Pass一下 贴上了 然后 这个AutoFits 自动调整南宽 所以特别主要 colors.AutoFits 其实 这个selection 其实没有也没有关系 一般我们写 我自己写的话 用colors.AutoFits 就可以了 先回到问题05 其实这一行Copy mode 这个是指的是复制 其实这一行拿掉 应该也没关系 然后再取消筛选 再A1 把它Slate 好完成 那刚刚为什么老王里面没资料呢 可能是我们刚刚 游标没有放在老王 放在别的地方 放在别的地方 有没有 比如说我放在第二个工作表 所以 我觉得 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 你可能 在初始化的时候 第一行 可以先加这一行 问题05.Slate 就是说 让他确定 游标 一定要停在问题05 才开始做查询 不然的话 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 游标刚好在别的地方 然后他忘了切回去 一查完完蛋了 OK 所以 这个查询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 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录制的动作 先把它录完之后 那请各位再参考 我云端上面的程式做修改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 请特别注意 你们在做筛选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你查过的名称 请你不要再查了 因为 同样老王 那 他不可能说 产生一样的名称 所以你如果name 执行下去 会什么 bug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名称已经存在了 那怎么办 记得啦 你练习第一阶段的时候 先不要用同样名称 那可是如果将来 诶 使用者如果说 明明已经有老王 可是他又查老王怎么办 那你这个时候当然要防呆 怎么防呆 通常 他会再查的可能性是因为什么 资料已经update了 他要再重新查 所以你可能需要 先帮他把老王删掉 再帮他查一个新的老王 因为可能前面的资料update了 可能已经2499 可能已经变成6000笔了 或者更多笔 所以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主要就是利用筛选的功能 达到 在Excel里面做那个查询的这种工作需求 好 好